运蒙赵凯最终明白,自己当皇帝已经没有任何希望,于是第二天他就以臣子的身份朝外了新天子。 因为宋徽宗善位而引起的种种风波,终于尘埃落定。 当了二十五年皇帝的宋徽宗成了太上皇,太子赵桓成了帝国的新皇帝,也就是历史上的宋亲宗。 那么宋亲宗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,接管宋朝最高权力,这对挽救宋朝的威王究竟有什么样的利弊呢? 这个朝廷更替,也就是徽宗善位这件事情,实际上是利弊参办。 其利,其弊在于何处,善位之利,收拢人心,振作朝纲,粉碎金军借口,鼓舞抗敌斗志。 这个利在当时是很明显的,确实收到了这样一种效果。 金军你说调民罚罪,我们自己把皇上罢免了,是不是啊? 国内的人你攻击皇上,一看也换了新的了,而且我们由李刚出来主持抗金大局。 所以说第一次抗金战争的胜利,保卫战的胜利,汴京保卫战的胜利,与这个善位有一定的关系,是有关系。 当时显现的比较明显,善位之弊,宋亲宗毫无治国经验,致使决策一再失误。 宋亲宗急于更换班底,很不利于协调抗敌,这个善位的弊端在稍后的时间就逐渐的显露了出来。 宋亲宗这个人,他在当太子的时候,当太子十年,他就没有研究过军政事务,一下子把他放到这么一个重要位置上。 实际上,他还不如宋徽宗,徽宗虽然是昏庸,但是他起码他有25年的从政经验。 这一点是比他儿子还要强的。 所以这是利弊参半的,越到后边,时间推延过去的时候,弊的这一面就显示的更多。 那么对于这个利和这个弊,徽宗和李刚考虑了没有?当时决定善位的时候。 徽宗根本就没考虑,他当时是六神无主了,只要能善位,我能把这个责任撇清,我不顶这个压力了。 就像李刚是考虑,但是李刚书生气还是重了一点,他考虑的利比弊大,关于这些弊考虑的不是太多。 所以后来当他作为一个主持军政的一个首要的官员,在实行他的计划的时候,同样是遭受到了重大的阻力。 这与这个徽宗善位所造成的一些弊端是有关系的。 他当时没有考虑到,他只考虑到,我也不需要你徽宗有多少治国经验,只要我说了算就行了。 但是他没想到,整个政局是一盘棋,他还需要别人的支持。 可是,徽宗虽然把徽宗的那个班底给打下去了,他仍然有自己的班底,这些班底同样撤走。 所以啊,就有人,就后世就有人啊,是这样设行。 这是当时最好的情形,不是徽宗善位,是徽宗坚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,拿出一个皇帝的破例和威严,坚决支持李刚,领导抗金。 然后让同贯等人全力配合,同时号召全国各地的军马迅速前往,聚集于汴京,把宗旺的六万人马反包围于汴京城下,尽量歼灭其有生力量。 即便不能把他全歼,也要力争,把他打残,使得这支金军在短时期内不能恢复元气,这样也就没有次年的靖康之难了。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,这个假设非常鼓舞人心,可惜历史已经著成,历史不容假设,徽宗也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举动, 否则他就不是宋徽宗了。 那么宋徽宗既然已经善了位,他就不想再担任何责任,也就不想再担任何惊吓了。 所以他善位后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?就是赶紧的逃离汴京。 由此他就过上了为期三个月的逃亡生活。 这个养尊处优惯了的皇上是怎么度过他的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的呢? 我们下一集再见了。